宝宝已经在沐浴间了 这时候我们房间的温度 最好在26到30度左右 水温调湿的时候呢 一般在38到41度左右 然后我们对宝宝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我们宝宝最好是在安静的时候 或者是吃奶之前 或者吃完奶间隔1到2小时左右 主要是防止什么 如果他吃得对 他吃得太饱了之后 宝宝会吐奶 这个是要提前做好的一个准备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给 这个宝贝开始洗澡了 我们要给他先撑下体重 然后记录一下 他每天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情况 然后把宝贝放到沐浴的池子里面 拿个小纱布 由内向外轻轻地给他先洗脸 然后擦拭一下嘴周围 有的时候会有溢奶的情况 给他擦拭干净 面部洗完了 我们要洗头部了 洗头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这个耳朵是不能进水的 所以我们洗的过程当中 用你的拇指指腹 把宝宝的耳垂往上一底卡住 然后这个虎口把这边可以护好 然后这样子给他冲洗头部 我们第二步那脖子要洗干净 这底下是特别容易藏脏的 然后小手 手臂 然后腋下 腋下一定要洗干净 然后这边腹骨钩 充分地打开 给他从上往下 如果我们洗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脐袋还没有脱落的话 那个水可以调小一点 然后从他肚子上面过去 不经过他的肚脐 然后我们要给他抹沐浴露 现在才开始正式地洗 刚才只是湿身 湿水 湿的地方先擦一擦 洗头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性门的这个位置还没有闭合 所以不能去按压性门 这时候我们要给他冲了 冲的过程当中也一样的 这耳垂一定要给他抵上去 然后这样子给他进行冲洗 然后洗完了以后 我们把水关掉 这时候宝宝身上是有这个水的 所以比较滑 抱宝宝的时候一定要手脱好 头颈部 然后臀部 然后靠近自己 可以先用这个浴巾 把宝宝先包起来 防止他着凉 然后从头部的位置轻轻地以毛巾吸水的一个方式 然后给他把身上的水分吸干了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面来 来 爸爸先试一下 我们这个爸爸给这个宝宝来洗一下头面部好吗 他的虎口完全把它卡住了 好像不容易有水流到宝宝的眼睛里面 毕竟是有过宝宝的 看来他是干过活的 还有好多肥皂 那就靠你了 你去把它清洗一下 对 其实可以从接下来 爸爸洗身体 对 好 好 不错 完美 厉害 有经验的爸爸就是不一样 谢谢 我就特别想看新手爸爸 新手爸爸来洗身上吧 好 重点就是要把脖子这里 头部以上护住 省着水到嘴巴里去 还有这个植卧下面 手指 对手这个手指可以松开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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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鼓励 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我老公的表现也是出乎我的意外 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粗糙的男生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表现非常好 又细心又细致 把那些药领都掌握了 然后我觉得他以后 应该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奶爸 来 我们第三位爸爸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给宝宝洗的是他的小屁股 腿还有小脚 你捏着人家眼睛 头分了 眼睛 头分了 完蛋了 我有不小的预感 洗的整个过程其实很顺利 但是我最后把宝宝包起来 我的手的位置 刚好碰到孩子的眼睛的部位 对 这个是一个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我觉得洗澡 步骤算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确实不够细致 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所以我觉得就看爸爸的用心不用心 光从那一次来看的话 能看得出来他们会用心的 感觉